大家好,這是網狗 狗濾鏡這個都市傳說非常的紅 很多網友都在私訊我 希望我可以實測看看 所以我今天就來了 今天我要用狗狗濾鏡 去我三個曾經發生過 臨異定點的地方 實測看看會不會拍到鬼魂 這地方就是我之前拍都市傳說 紅人來的地方 那個時候外面傳說的聲音 我的Siri突然自己講話 接著我去外面發現 那個恐怖的娃娃 沒錯,我這次就是回到這個地方 要挑戰狗濾鏡這個都市傳說 真的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好怕我都說 我們就直接打開我的狗濾鏡 來看看到底會拍到什麼東西吧 對,大家好 我現在覺得我真的是狗狗的濾鏡 我現在要出去外面繞一圈看看 到底會不會用這個鏡頭 還有什麼恐怖的東西 GO 有一種很懷念以前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那個時候思雨就是在這個地方 想起來的 有一個聲音 是從那邊傳來的 很抱歉 我在你的音樂裡找不到一個地方 突然看到娃娃 或是Ciri自己講話 或是Ciri自己講話 對,就是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在這裡出現娃娃的 好懷念喔 我們這個第一個點呢 就到這裡 因為沒有什麼事嘛 今天有元旦 我覺得可能 鬼也都在放假吧 然後我現在就帶你們去我們的第二個點 也是我發生過 天液事件 非常恐怖的地方 對 好,走吧 這裡就是我們的第二個點 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一直來這邊 我在這邊寶貝 問他能不能讓我們上去 結果就發生了 連續七次的那個巧合 真的無心打擾 我真的只是想來拍攝 如果真的打擾到了 就給我醒飛了 我們馬上走了 後來我帶著朋友來這邊 滴牛眼淚 氣喘 我們又趕快的下去了 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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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一個非常奇異的一個地方 順帶一提 寶貝也是在旁邊的收藏所的營養的 那其實不滿大家你們知道 其實有一次我偷偷上去過 那個時候大概是清晨的六點 結果走到最裡面 就看到了這樣子的畫面 終於來到這裡了 綿延不絕的墓碑 大的又小的 像是一個聚落一樣 那裡的管理室也是荒廢的 完全沒有人煙 恐怖的是 那天離開回去的時候 我的手上這裡還多了三條抓印 可能腳上多了很多的雲青 那今天就要在這邊 往我們的狗濾鏡 但是我這次不會走得太進去 我也要走到 入口處的地方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 對我而言 是真的非常的恐怖 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 有時候也就是 一定會回來 帶大家看看裡面 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 好 OK 就出發吧 現在 就要在這個地方 直接開始挑戰 狗呢 對 狗濾鏡這個傳說 看一下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 看一下後面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就可愛的貓咪跟狗狗 因為這裡是送用索 沈沈的吸水聲 會有狗狗的圖案嗎 也都沒有 沈沈的吸水聲 會有狗狗的圖案嗎 也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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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任何狗狗的東西 就這個地方 通靈者在這邊感應的 然後 往裡面找找看 就這一條最恐怖了 也都沒有任何的事 這一條也沒有 好吧 那狗濾鏡這個都市傳說呢 看來 很難發生事情 那我們就 第三個點見吧 不過 肯定是會再找人挑戰一次的 好 OK 第三個點 我一樣發現過事情的地方 再見 好 這裡就是我們的 第三個地點 記得這裡嗎 我之前來這邊玩 地獄電梯 在門口跌倒 而且路線也斷掉了 這個地方 小咪 你覺得我等一下挑戰 發生什麼事嗎 看 不會 不會有什麼狀況 就對了 上面還好 你覺得上面還好 現在就 準備進入這個電梯 小咪 你在這裡 給我這個鏡頭 留給你 那我現在就即將 進入 地獄電梯之路 Young Park 他就在這邊出過室 狗狗濾鏡 那狗狗有了 狗狗反應 那第一步是現在四樓 欸 欸 壞牌了喔 沒有反應耶 怎麼這樣 呃 沒有反應耶 好扯喔 真的沒有 完全沒有反應耶 很瞎 欸 他自己動 他自己動 可是不是我按的 應該有人按 應該是外面可以按裡面 不能按 是喔 剛好應該是 應該是有人 欸 欸 沒有人嗎 我覺得 不然就是有一個可能 就是剛剛外面 剛剛好 有人按 然後按了之後 而且狗狗濾鏡總不見 欸 他剛剛是自己打開的嗎 然後按了之後 而且狗狗濾鏡總不見 他剛剛是自己打開的嗎 我出去看看 我可以按照你的門按 我可以按照你的門按 所以是外面有人按 所以是外面有人按 那可能是有人 那我按了回去一樓嗎 再試試看 欸所以它裡面的鈕真的壞了 這電梯壞掉了 但是這電梯壞掉了 那不然我們就走一梯下去 看看會不會有狗濾鏡 對 現在就會從這裡面 再去回我們這電梯 嚇到我了 我們真的走一梯看看 現在是狗狗 但我覺得我這個狗濾鏡 它不能夠 做電梯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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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走下去找小蜜 你看 我會覺得有點誇張 趕快下去跟小蜜講 誒我到底了 誒小蜜 你知道我剛剛 上去的時候在四樓 那個 我那個按不了 它門自己打開 一到四樓打開 對 所以這不是你自己上去嗎 這不是我上去的 好 我覺得 我們這個電梯 按不了 那我回去看 回去看一下攝影機 有沒有拍到什麼東西 搞不好有 搞不好沒有 大家好我是王狗 剛剛畫面裡呢 其實真的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來想說 應該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結果真的拍到了狗狗的濾鏡 而且還出現了四次 第一次的時候 我是覺得比較還好 因為就出現一下而已 但是後面三次呢 我就覺得比較巧而已 因為在電梯門 它自己打開的那個時候 它才出現 短短的十秒鐘呢 就連續出現了三次 當然不排除 有可能是城市的問題 畢竟其他的路 也都有發生這種類似的狀況嘛 像西路弟弟他們也是一樣 至於那個電梯 它為什麼按不了 我後來想一想 為什麼是它需要比卡 而從我以前 做督場到現在呢 其實整個YouTuber的圈 電話非常的大 我身邊有不少同行 在為了流量而擔心 身為一個創作者 流量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的人 它會因為流量的問題 而真的去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非常的低落 其實這種情形 我覺得不管是在我們創作者 或是任何的人職場 甚至是學校 都有可能會遇到 從小你可能會因為 正學的考試考不好 而感到心煩 上職場你可能會因為 任務沒做好 而感到憂慮 畢竟我們身為一個人 成就感跟目標 這個是非常必須的嘛 我們人生就是不停地 見無數個目標 慢慢去達成嘛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上帝創造我 呼了喜怒哀樂 那些負面的情緒 會發生 也是非常肯定 而且必然的 不過我覺得 大家可以 換個角度去想 不要把成就感 放在你的結果 而是要把它 放在你的 過程 當你做完一件事 不管成功 或是失敗 都得回頭看看 收穫了一些什麼東西 我相信 就算你這件事情 沒有達成 在過程中 一定也收穫了不少的經驗吧 而這個經驗呢 最整鬼 別人沒有辦法取得 就像比如說 我今天拍的這支影片 可能一個觀眾都沒有 但是呢 我在剪片拍片的這個過程 我學習掉如何 拍攝剪輯 會讓整體變得更好 這個經驗 我可以傳授給你 但是你們做出來 也不會跟我做的一樣 因為你們沒有真正的 去體會到我這一段 就算失敗了又怎麼樣 可以再用這次的經驗 再去創造下一個更好的目標 相信你總有一天 社會打散大 人生那麼長 你死掉的那一刻 看得也不是你未來的目標 而是你走過的那些過程 對吧 OK 那我們今天做什麼 影片就到這啊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別人喜歡 記得大家有什麼公共 我們下次見 Bye